好,回來第二節動漫廢物 我們今天的題目是古屋套館的第一之國 剛才說到海帝制 海帝制呢,細節我不記得 我真的記得... 其實就是孝慶,簡單來說 我就真的記得打太鼓了 真的好意... 嘩,真是沙別樹 其實海帝制是什麼呢? 就是每年的... 開放日 一半,它的主要活動其實就是學生會大會 會長會有一些宣布 還有一個會員大會 簡單一點派錢 對,基本上派錢 裡面有會員大會 外面就是類似開放人 很多攤檔玩 他們裡面有一個很重要的開幕制 開幕制和閉幕 冰室就把開幕的重點給了第一負責 閉幕的負責人,還就是東翔弓馬 所以他們就... 要看看 sarmen 通常是誰負責的部分 有一 institution剛剛的人有失誤 基本上他們的客人都不需要... 攤檔直接這樣了 都會先掉 都會先掉 又又是假餐輭 因為全年整個學生會 熱心最重要的重頭戲就是... 海帝制 這樣事情在海帝制 不用誘失 所以第一就是要問問光明 光明,你願不願意為了我而裸體 那裡也很曖昧 第一想了一條橋 因為冰室學長主張就是 我要提拔運動社團 因為他計算過一條數 運動社團的票是比較多 他就是完全放棄文化社團 他的政綱就是將文化社團 所有經費全部剪掉文化社團 就只是給運動社團 就用來立運動社團的票 於是第一就想了一條橋 我們學生會的人 和運動社團的一些主張 就一起打太鼓 赤裸上身就是有一個圍著 裸體太鼓,繞擋部 繞擋部,然後打太鼓 嘩,那些屁股 就表現力和肌肉的尾 那是非常好看的 這件事也令冰室學長 第一就是讚余有加 做得好,做到事 那些屁股真的走 然後那些女人是完全是超級 有幾個暈了 真是好笑的 那個電影版 不是,漫漫版也有一個是暈了 總之是上了頭的 看到 所以這一段說明第一 得到明室學長的賞識 但是這一段也有些發展 就是說明大鷹蛋 因為冰室他其實還想去納一些室長 尤其是大英的一些票 所以他想要籠絡他 想籠絡他 我知道你家好像也很窮 你老母要出去工作 不如這樣吧 我給你一點點好處 你不要當是買票 我幫你而已 那你就在我的票上寫一寫我的名字 很簡單而已 但這件事也令大英非常反感 他一個很正直的人 就逢了他一拳 我挺喜歡他那段對白 打完 然後他第一句就說 他不是先罵冰室 他是說因為我是一個很軟弱的人 所以如果你再說下去 我真的會動搖 所以我先打了你 讓自己無法回頭 沒錯 這段也看到大英那種正氣凜然的形象 而且他寫得很微妙 他打他不是因為那一刻很憤怒 而是因為他自己的心真的動搖 所以他要先打他 但也因為這個事件 大英彈就歸了那邊 去了芯元那邊 芯元說現在海帝制好像很好看 但其實他這個時候也是美美子走出來 帶他一起去遊花園看看文化的 其實這一年的海帝制 你都會看到 其實他們文化那邊 都是非常蓬勃的 很強 所以這一個都很大的分裂點 就是分了芯元派和冰室派 那這裡我就要繞一點點 回上去 因為其實之前已經選了那三個候選人 但是其實我們剛才說過 草碧是一個最初很有力的候選人 最初是 準候選人 但是最後是被他們用計 是踢走了 踢走了 未選就已經踢走了 用了一個美人計 首先這個是冰室想出來的 因為冰室覺得 因為他和草碧的立場 他們會互相搶票 他們互相搶到對方的票 因為他們的風格太相似了 而草碧本身好像都是運動派的 所以他就未必可以 完全可以搶走運動社團的票 而且他看不起芯元拿到票 芯元根本都不成氣候 他覺得芯元做候選人沒所謂 但是草碧是一個很大的威脅 所以他就下了命令 就叫谷馬和第一 你們兩個想辦法 我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但是總之令到草碧不會讓唐山會長 去推選他出來做一個候選人 因為就是說 如果他都沒有被推選做候選人的時候 更加就不用擔心會搶票 於是谷馬最初就已經想到一條 就是美人計 雖然想到不用有音效的 叮叮叮叮 他這個美人其實是這個 找一個畫劇部的 玉三郎 玉三郎 反串做女 大家要記住第一高中是一個男孩 全男孩 所以不要誤會了找一個女兒 女童去做其他全部都是男孩 全部都是男孩 反串就令到草碧 在一個假扮偶遇的情況 假扮偶遇的情況 然後就在一個公園那裏 就好像是向女孩霸王硬上班 然後他就計好了 就是會給學校裏面一個 都挺鼓縮的老師看到的 是 於是就更加是由老師去親口 去投訴 揭發這件事 因為曲馬都計好了 也有想過拍照 但拍照的話 唐先生會長就會知道 這個肯定是計謀 有人被控告他 但這次是由老師去發聲 於是唐先生最初也有點相信 但他也認為 應該是有人陷害他 所以還是避過一劫 避過一劫 還未完全能推走他 第一其實一直都是非常苦惱 他想不到任何辦法去搞 搞正啊 搞 草壁 直到光明發明了 登登登登 插方機 他們就特意在唐先生會長前面 在那邊玩 這麼有趣的 什麼東西這麼有趣的 你看看 真的很有趣的 在那邊玩 一部插方機 對 yn 我都不喜歡這樣 яла 於是唐先生就覺得 okay 可以拿來用 用來測試 他的二年級 對他的忠誠 然 在一個 他臨到公計 候選人之前 光明把那个机器设计了一开六 就可以六个一起去测 测测他们的中程度 然后就由这个计谋 就揭发了原来在他们的室长里面 其中一个叫本田的人 一开始都是完全是引领人 完全弱势的一个室长 他说他当初一年级的时候 就是为何唐三会长 只要将他叫做流放 就是因为他在一个总会里面 他出了意外 就是他负责那部分的东西 失败了 之后就用插房机 就测试到原来这件事 是草碧的阴谋 因为最初唐三会长 其实挺看得起本田的 因为他觉得他人比较忠诚 而且是稳重的 他看得起他 但是就发现原来是草碧 搞事 就令到 就是那件事 就是那个总会是失败 然后本田要背锅 然后另外 他们都可以测试了一件事 就是说 这六个人里面 除了本田之外 其实没有人是真身 去尊敬这个唐三会长 是只有本田一个画外 真的是尊敬唐三会长 于是最后 也因为这样 所以就DQ了这个草碧 而草碧的位置 就由本田去担任 不过都不重要 因为他只不过是 艺术里面的属国 不是很重要 所以其实本来冰室就觉得 我还不赢了 因为他觉得森园是没有斗森的 因为没有特别想做会长 而本田也都不成气候 那打算是赢了 但是为什么又可以扭转到呢 那到后来 就因为 好了 要赢 很难 因为已经很多势力都投靠了冰室 所以大英弹就决定 不如做个德心联盟 是不是张益 是不是张益 因为是心圆一人 接着 本田 不知道张也 就是张他们两个联合 张益联盟 希望可以支持住 原来 但是其实这个都不够斗的 都是弱的 都是弱的 因为曹毅的势力实在太大了 那种情况就像是议会里面选举 然后有人觉得 我都应该输了 然后我宣布退选 大家如果要投我就投下谁 类似这样的情况 日本田 在那一段其实是很精彩 因为他在大英弹和冰室 其实两派而已 在那里斗的时候 每一回都会写着 来选举还有10日 因为他们的校报的报纸 是有登选这个选举的民意调查 出了民意调查 就是会不断见到那些percentage 有时候你升 有时候我减 那种 而那时候其实冰室已经拿了大部分的 运动团体的票 其实是赢了 但是这个时候就发生了一件事 就是第一就发现原来冰室的老爸 和自己的老爸有牙齿印 于是冰室就决定 我会出卖第一 那段是很清楚 因为第一他去想知道冰室学长的心意 但是他要偷听 但是我又不可以自己偷听 不可以直接偷听 所以他跟光明夹了一个脑袋 原来就是 找了方法就是 令到东香菊马去偷听 他就偷听东香菊马 这条角真的无敌 因为如果冰室学长发现了那个情况 原来是东香你偷听 那就不会怪罪到我第一身上 因为他觉得就算冰室是positiv 结果就是他不怪第一 就算是这样也好 但是如果让他知道他偷听自己 都是会有影响的 所以他就令到菊马去偷听 因为这个时候 第一不可以和冰室发面住 但是当然事实 偷听到之后就发现了原来 原来根本冰室是将我当 一张刺刺一条抹布 用完就扔 冰室就说 我会当他真的是刺子 吻完就扔 结果 于是他唯有就叛变了 因为他本来那时候想着死硬了 因为他用了很长的时间来 讨好这个冰室 也觉得没有啦 没办法啦 死啦死啦 Total Lossy 但是最后他转念一想 我可以跳船 他有炆沙门天的开始 没问题 接着他就去找森源 和大英那边 我有一条好桥 如果你和本田 本田 本田张泰 可以支持冰室 大英答案 你和我的想法都一样 我们已经够好了 没人告诉你吗 不要紧要 但是这个时候 你加上我的智慧的话 那就更加可以 他在这里 又很搞笑的 他在家里 他练习了很多次 怎样讨下座 一百次 然后他说 他有想过 就算贵啊 心源学长 我都要让他答应 他完美的道歉 但是他就觉得 不是啊 光明跟他说 如果你太低姿态 别人是不会收留 于是他一来 就好像很囂張 有我帮你们啊 你们当然会赢眼啊 这个不是赌姓那个招 是赌姓的 赌姓的招 不是拍片的意思 他们没有拍片 我唯有是 很囂張的 但是其实心里面 超级淘汰 然后心源又玩他 你又说得有道理 但是我又不是很想要你 因为我个人就很小气 你当日就击过我 击过我 还串过 我就一直很忌仇的 然后 第一 是完全立即 是立即做土下座 就是完美 然后心里 我没有见过这么完美的土下座 好了 原来你 他都是玩的 但是那个惊讶 他快到是 即时 有一个串串的状 即时就土下座 对不起 这个东西 即是 心源觉得他完美 而第一 也说 幸好有练习 幸好有练习 我练习了100次 那段都很好笑 他原本练习 但不是 for心源 都是for心源 当然不是 他冰室 原本是 他冰室 原来他 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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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局势 就开始 50-50 因为有 第一帮手 然后 其实第一 爸爸 真的帮他很多 当他想不通的时候 然后他爸爸 就开始说 是不是关元 他就用关元之战 去做一个例子 就说 你要说到自己是正义军 然后你说他们是拆军 这样就会得到人心 意思是这样 所以就出现了这个 跳水母 跳水母的 水母 水姿液 其实之前还有一段仔 他拌了冰室之后 第一样帮森源做的就是 那时候冰室拿了这么多票 就答应 看估播的将来会加他们的资金 那些钱 那些钱从哪里来呢 他就说 他就跟他们说 其实呢 另外有 学生会有另外有不储备的 就是储备的 到时我们 我受到学生会会长 我就可以动用这些储备 去加你们的计划 就去哄他们 第一就是 帮了森源之后 第一件事就是 后果效果就踢爆他 就说根本没有不储备的 令到票数 原本真是九比一 或者八比二的情况 就拉回正义一些 因为其实那里 他们都是有些拉拢了唐三会长的 因为冰室自从是被选了做候选人之后 就反咬唐三 而且冰室一基本上 确定自己实选到的时候 就是那个面目就走出来了 而且因为他觉得 因为你已经指派了我做候选人 你不可以反口 不可以反口 所以他已经不需要唐三会长 所以开始 嘴唸走出来 于是唐三其实都有暗地 他又不可以很明显 但他的取态也是帮助他们 所以储备金也是他告诉他们 没有这件事 这是都是传说 于是就踢爆了 运动社团又觉得 不太妥 然后他又想了另一条路 就是买票 就想要买了文化团体的票 真的没钱 那就不够了 本来第一都想着 因为第一 他父亲说 你一年级我给你20万里 10万里 你到二年级我会给你100万里 做这个选举经费 本来第一都想着 不如我们也买票 买票 接着他父亲就说 你买票很糟糕的 你不要想买票 那为什么呢 就是说 当一些文化团体 开始收到钱 然后收贵 那到运动团体就出声 不够了 你说 为什么他们有钱 我没有钱 是的 就是为什么他们会有钱 为什么我又没有钱 于是就 开始就要不断散财 不断散财的时候 他是说 利用这个心理 就是说 你是受贿的 你总是觉得自己做了些不对的东西 不见得光 是的 然后这个时候再加上 对方就出了这个水母事变 就觉得这个是正规军 这个才是海底的未来 你看他们多开心跳舞 我维着心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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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整班学生一起维着心圆来跳舞 这个其实也是和光明其中一个计是有关的 然后就发现 因为当心圆越来越强的时候 接着谷马都跳船 连谷马都跳过去心圆那里 但是这一段 其实韦尼联级那里埋了一个伏线 就是说 他跳过来 他要心圆写一张纸 就是说 你一定 要指明他 做其中一个候选人 是的 你担任了会长之后 你一定要在下一年 是选我成为候选人之一 那心圆是答应了 于是最后其实在一个选举里面 就赢了 心圆 其实 那段也很好看 那段很好看 一路开票那一刻很好看 因为不断开票 其实都50-50的 但是去到最后一票的时候 其实是到大英蛋 大英蛋 其实要说冰室的副室长 阿俊背叛他 也改变了很多人的立场 我觉得阿俊的背叛 那段就是因为冰室长太疯癫了 他太疯癫 而且开始控制不了自己 好像完全失控自我中心 因为他跟阿俊其实很友善 是友善 就好像第一童光明的 那种基本的关系 是的 但当他去得好的时候 他就跟阿俊说 你应该多谢我 因为我 你未来是保重大学 不用考 你应该多谢我 但是其实之前阿俊是为了他 又要扮人妖 给大叔强敏 要赚钱去赔钱 赚钱去赔钱 所以阿俊去到最后一幕 即去到选了的时候 他叛变 写了阿森元的时候 就引起了一些 都很多的 很多人 很多人就算受赔了也好 他都反过来 就说我都不想投给阿冰室 因为他其实里面的心理状态 是控制得很好 因为连阿俊都背叛冰室的话 就很多人都觉得 我都可以背叛他 我都可以背叛他 而且不值得拥戴 这个人 其实他每一个人 投什么票 和为什么会投那一票 其实都是很有理据 包括仔英蛋 究竟为什么会投那一票 然后他将决定 为什么会最后由唐山会长去做决定 做了决定 整个脈絡是说得很清楚的 他有解释 因为他说他们的海帝投票 是很有趣的 选举制度就是说 你每一投一票 你都要回答你为什么要投 所以包括阿俊 包括大英蛋 其他那些不要说了 最关键的那两票或者三票 包括唐山会长那三票 其实他们说得很清楚 而且是很有说服力 令到你觉得 哇 是的 然后这件事是很感动的 是的 当然到最后 就是 冰室会输的 因为你整个布局 你都知道他 玩不了狂难于忌道 所以他输了 然后就去到一年级完 那一幕就 当然很搞笑 就是他跳楼 冰室打算跳楼 一跳来 他打算死定了 那一刻 他已经整个节目 都已经说了冰室之死 因为他刚刚是两回中间 他那一幕就说 第一都觉得冰室的死 对他来说是很大的重 以为他真的死了 以为真的死了 第二回 一开始就说他没有死 为什么呢 因为他掉了在床墊上 为什么会有床墊呢 为什么会有床墊呢 原来光明说 没有 我认为第一 如果你输了 如果学长输了 你会在那位置跳下去 但是他也有布局引 有指南去那位跳 有指南就是去那位置跳 但是好笑 他说这个床墊本来是为第一 你准备的 但是你又觉得很像光明会做的事情 真的很靠 因为他真的很细心 可能第三节我们会说第二 二年级和三年级的事情 但是你只看这一道 你已经可以很清楚看到 其实每一个角色 光明虽然很忠犬 对于第一 但是他是细心到不得了 忠犬不一定细心的 但是他是细心 无微不至 而比起他女儿 美美子 美美子 还整天在烦 我究竟是不是会变心的呢 他好像变了 我好喜欢听她弹琴 现在都听不到她弹琴 之如此 光明是真真正正的言妻 他都说是老婆 他的光明就是她言爱了 美美子只是情人而已 终极的言妻 另外大英蛋就是那种豪迈 但是他又知道 阳光少年 但是他又不会 他知道他有些事情 是不应该逾越某一条线 他反而做的事情是最规矩的 虽然他在海帝里面是最破格 但其实他做的事情是最规矩的 还有我觉得他老师 就是他班主任的鼓励 其实是对于大英去投入 在学生会的选举里面 都有一些帮助 因为他鼓励他要去改变 要改变海帝的坏习惯 要改变海帝的坏习惯 而一连级的选举 就随着冰室跳楼 就完结了 就完结了 其实申元也是很好的 申元就即场在那里宣布 指明冰室做副会长 是 其实都叫做救了他 之后其实你见到冰室就真的是重量 即是剪头发 即是剪头发 即是重量 然后跟阿区又即是复合 他那个也是一对CP 于是就叫做这样论 但我觉得是非常精彩的 他这个一年级的选举 然后他选完之后 很快就二年级 最初你会觉得一年级的选举 其实是很激烈 去到二年级的时候 究竟又会发生什么事呢 我们休息一会 下一节回来再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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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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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